一书能写中外事 万字竖尽古今情 欢迎您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青史其实很有趣 第二十集 努尔哈赤的死成了千古之谜 天命十一年八月 太子和 在华丽的船中 努尔哈赤躺在厚厚的毛毯上 眼镜望着窗外的湛蓝天空 身上的毒伤隐隐作痛 心里想 难道这就是天命 壮志未愁的他心里有无限的遗憾 虽然完成了女真的统一 却无法看到攻破今世的那一天 为了这个梦想 努尔哈赤穷尽他一生的经历 谋取建州 平定海西 统一的女真人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 打造出一支可以跟明朝廷来相对抗的尖锐部队 沙尔虎之战 在统一辽东之后 又做出的一个大举动 沈阳四通八达 西征大名 从都尔比渡辽河 路又直又近 向北来征讨蒙古 只要三天就可到达 向南来讨伐朝鲜 从清河路可静 这在战阅的角度上面 要比辽阳更为有力 同时 沈阳混合通苏苏河 苏苏河的源头砍伐木材 可以顺流而下 山上的树木不可深属 除有打猎 山静野兽多 且河中的物产非常的丰富 从经济利益方面来看 也是沈阳所无法与之相较的 广宁之战后 后经的战线拉得很长 领地内的矛盾纠纷不断 努尔哈赤实在没有力气 来维系后方的稳定 于是被迫做出了 悔气广宁 弃守辽西的决定 这给了明朝廷喘息的机会 再等到孙城中原重患固守广宁 后经的政权更感到了前所未有压力 孙城中毛遂自建 辽东都市的那一年 山海关马世龙等人 平凡的出巡被努尔哈赤 攻取弃守的广宁 三岔河一带的地区 驻守在辽南的毛文龙 没有了山海关的后顾之忧 也跟着活跃起来 在靠近三岔河一带的牛庄 越州 这些被后经政权所占据的各城 不断地进行骚扰 让女真人终日惶恐 除了来自明军方面的压力 后经政权还面临着 塞外蒙古各部的际云 这些不利的局势 逼迫着卢尔哈赤 必须对他的战略防御问题 进行重新的考虑 另外 迁都辽阳之后 女真人和汉族人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地加深 但后经政权的稳定问题 仍然无法解决 汉民与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 也不会因为迁都而化为乌勇 卢尔哈赤能做的 只能迎着孙城中 打造出来的铜墙铁壁 进一步地扩张领土 恰恰在这个时候 明朝廷的党征 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 孙城中经略辽东四年 大修成职 整备军力 将整个辽东 打造成固落金汤 逼得努尔哈赤不敢难清 但是孙城中 却没能抵挡得住 来自朝廷的攻击 此时的明朝朝廷大权 完全落在了 九千岁魏忠贤的手里 天启皇帝 对朝政大事 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更让燕党有恃无恐 大力排除异己 很不幸的是 孙城中正是燕党的眼中钉 孙城中经略辽东之后 一时功高权重 名满朝野 势力猖獗的魏忠贤 和他的党羽 这个值得利用的人 魏忠贤动用了各种手段 去拉拢这位 封疆大力 然而孙城中 对燕党深恶痛绝 对魏忠贤 所抛来的善意 视而不见 这就让一向 专恨跋扈的魏忠贤 对他怀恨在心 明朝天启四年十一月 正值天启皇帝的生日 孙城中上书朝廷 希望能够入朝 为皇帝庆祝万寿节 并且打算借这个机会 当面向皇上 汇报辽东状况 把握朝政大权的魏忠贤 在皇帝之前 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生怕孙城中 永兵入京 会做出对自己 不利的事情来 于是 魏忠贤和他的 燕党党羽 就称 孙城中是 永兵自重 有叛逆之意 意图借着这件事情 来扳倒孙城中 但是 天启皇帝 心中还有分寸 对于魏忠贤的攻击 没与理会 隔一年 太监刘应坤 在魏忠贤的伟派下 前往山海关靠军 带去了金银十万两 然而孙城中 一点也没给魏忠贤面子 彼氏之意 异于言表 天启五年八月 马世龙亲信 从后京逃归的 刘伯强的话 爱兵渡柳和 习取耀州 结果掉进了 卢尔哈赤 早已经设好的圈套 惨败而归 柳和之败 给了燕党 击垮孙城中的口石 他们以马世龙损失六百七十匹马 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为借口 向马世龙发起了回攻 其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扳倒孙城中 弹河的奏折 如雪片般的飞向了天启皇帝 燕党的无耻手段 让孙城中大为恼怒 他连上两树 称并辞官 孙城中罢官 辽东经略一直再度出现空缺 魏忠贤趁这个机会 将自己的同党高帝 推向了辽东经略的位置 高帝胆怯无能 对军事又一窍不通 他在抵达山海关之后 将孙城中所做的军事防御部署 全部推翻 将景州 右臀 大陵河 宁前等各城堡守军 连同器械 枪炮 弹药 粮料等后勤物资 一并移到关内 绵延四百里的关外土地进阶放弃 高地的胡乱部署 让朝野上下兴起一片反对的声浪 袁崇幻更是怒不可忍 然而 袁崇幻仅仅是一个监军 无力改变身为兵部尚书 守持上方宝剑的高地的决策 更何况高地背后 还有把持朝政的烟党撑腰 袁崇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地将 景州 右臀 大陵河 松山 杏山 塔山 首线的臀兵 臀民 进阶驱赶入关 十多万诞的粮食被抛弃 这次不战而退 闹得军心不振 民怨沸腾 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 又再次地陷入低谷当中 得不到上司的支持 朝中又没有后台的袁崇幻 不甘心就此放弃辛辛苦苦 打造出来的防线 他决意死守明远 在关外城堡撤房 兵民入关的不利情势下 袁崇幻率领了一万多名的官兵 孤守明远 抵御后继 明朝廷因为内斗产生的内耗 给了卢尔哈赤创造了 再次攻打明朝廷的良机 后经天命十一年 明朝天启六年真月十四 卢尔哈赤率领了十万八旗大军 西渡辽河 直取孤城陵远 十万士气高昂的八旗大军 一万多被朝廷弃之不顾的明朝军队 一位是积蓄了数年的力量 一生未逢一败的后经国主 卢尔哈赤 一位是孤立无援 从未参加过战争的山海关监视 袁崇幻 双方就在这样悬殊当中 在真月二十三日 拉开了战幕 然而让卢尔哈赤没有想到的是 历时四天的大战 禁以惨败告终 这一战是后经与明王朝从交战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对八旗军队的锐气是一个严重的挫败 卢尔哈赤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只有宁愿一战 让他愤恨而归 宁愿战后 卢尔哈赤神秘辞世 后经内部迷雾重重 卢尔哈赤的死 成了千古之谜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